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市公糧》 我是李慧怡 自嘉賓友 阿諾 你好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股票 想問專家意見的話 可以打到204-6566 或者可以E-mail到ASK-BH-CHANNEL.COM 亦都是WhatsApp 9157-1428 我們YouTube、Facebook、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我們要盡快回答你的問題 跟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看到恒指最新報26,052點 升35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9,338點 升64點 大股成交暫時半天 多了809億 看回視況 看到港股昨天回套8多點之後 中止4年升 不過都守得26,000 今天似乎在26,000這個位置增持 不上不下 暫時升30多點 都是暫時守到26,000 是否都是維持這個局面 等下星期回來遮支集團 陸陸陸陸陸陸陸出業績才會有些改變 我會這樣說 26,000是一些心理關口 你不能說完全無事 但是那個重要性 我相信就不太大 你穿完26,000 可能整固完之後 上去又行 你可能一直站穩著26,000 然後再衝上去也行 但是你會看到我的方向是看上去的 因為這個trend 擺明出來 因為那些問題 你想一下現在市場 計算目前這一刻 正在想什麼 很多事情都是想 最壞時刻已過 過不過到 沒人知道 但是有件事強調了很久 就是 股市永遠都是這樣的 最壞時刻已過 真是過了的時候 那些東西正在上去 所以現在這個時刻 其實是比較好炒的 很多事情都是說 衝進去 做好風險管理 萬一再對回去的時候 就止洩 最重要就是定好止洩位 還有你買的那段時間 你想一下 止洩 承擔風險 你成不成功得到 輸的時候你會沒有肉痛 肉痛的便會買 所以你講短線 我覺得 現在就是衝進一些東西 最壞時刻意過 一定是上下犯覆居多的了 你整個月 從低位計算 升了差不多2400多點 現在計算 還未計算最高位 你講整個指數 升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升到2400多點 跌3、400點 甚至500點 有多難 你看這條10天線 現在是變了 在25500 左右的水平 我們講比較重要的 平均移動線的支持位 50天線 50天線 你說 即使有一個很好的防守性 代不代表 未來沒有機會試下去 或者有些假跌穿狀況 跌下去25000 這些水平不是的 所以現在的市況 簡單點 要不要看勝 最理想角度 當然是回到25500才去買 但有時真的不回 所以你在做部署上面 我覺得 先想你自己拿多少貨 如果你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你一月初 我都不敢看得到市場很樂觀 走那時 我們都講過上下25000 要開始增肆壞的東西 你講的 如果都沒有 去到26000 這些位置的時候 看看你多少現金在身上 如果還是有很多淡倉 或者還持有很多現金 你被迫著就分柱吸納賣 我覺得短線來說 如果真的跌不出26000的話 你不排除由頭夾到尾 你說夾多少 可能是3000點 26600 這些位置 但是你說 當上到50天線的時候 市場普遍有個共通的想法 就是 起碼這個低位 236...236幾天 236、8天 好像是大約這些位置 見到今年低位 都見到今年低位 你做淡倉的話 你是不是轉身轉得這麼快 你未來可能選擇做淡 這些位置跌3、4、8點 你吃了壺再上 這些是幫不到的 我覺得短線來說 短期來說 你反而是說 留意自己 我覺得看來看勝 其實你說這段時間 開始我們已經看到的狀況 炒股不炒市 可能說 應該不是炒股不炒市 而是說 股同市都一樣輪著來炒 問題是說你重不重那樣東西 在每周一股我們做的那些 老實講一句 很多都不算很重的 你真的整個十二分 升丁市那麼多 但我們說的 譬如我留意那些深水板塊 有些明元雲 之前那些其實升了很多 只不過每周一股 剛剛拼不正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平時講一個重點 分散投資很重要 你一著想著過 有時真的會不幸運 或者有些東西會看錯等等 如果你看整個氣氛上是向好 所以現在這一刻我覺得 想回自己在拿著什麼 或者拿著那些股份的看法 是否先合適 其實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最嚴重的是什麼 用短線角度 就是之前很強勢的股份 是 會很容易有一個出球位 就是說明明基本因素很好 為什麼不升上來 市升了很多 因為現在市場憧憬最壞事是 那些有沒有最壞事 不是的 前景還是很亮麗 但問題人家就是升了很多 上來升了三個季度 第四季就給人家升 我們經常說錢就永遠只有這麼多 那錢是要升 那些就流出來 短線你拿著一些很強勢的股份 就難搞的 除非好像你很低水平去拿著 好像剛剛我們見到家庭觀眾那樣 喂大唐新能源你一個七有買費 是不是有些不利消息 不是的 現在的市況狀況就是這樣的 很多強勢股份要留一點出來 如果你選擇做短炒的話 的確你可以獲利買下其他東西 但問題如果你用這個部署 你沒有可能一個七錯到現在的 我覺得你一個七錯到現在 不如繼續拿著算 你與其要動用 即是動你的資金 不如去想其他有個 我覺得基本面沒有什麼問題 純粹短線來講 資金是要從這個板塊流出 最壞的情況會到三元都有機會 是 但是問題有大把利潤手 不會去到過七 我覺得不需要擔心 我覺得長線來講 假設是第四季 市場慢慢好轉 長遠其實你說ESG 這些氣候變化主體 我覺得走不掉 長遠來講這些股份 可能還是長勝長有 但是我想整個第四季 或者短期來講 他們休息的機會 真的相對比較大 所以你說選不選擇走 應不應該要沽 我沒有什麼具體的答案 因為問題就是 你過七這些位置 我不擔心它會落到這些位置 我不擔心你會虧錢 長線拿著 可能有一個很好的回報 但是短線走勢 就一定是整固的 帶上大陸 我會找不到買入點 所以你有機會 可能這些位置下車 可能它會回到 不如1798 我們開圖體 今天整支陰燭隊下來 我們經常講幾強勢的股份 會怎樣 10天、20天才是這些位置 假設你這些位置下了 你是不是會這麼準 可以3.5 3.4 或者3.3 這些位置先 不是的 多數反應當時 突然一枝大洋燭打上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哎呀 下錯了車 所以如果你在這些個案上 你是很低水平拿著中線持有的 繼續中線拿著 沒有問題 維持中線看法 我們很強調 分清了自己是中線部署 還是短線部署 我們在節目上講的 偏中短線為主 因為你會天天問的 這些東西轉得很快 但是極短線 day trade 就不在我們的建議法 因為下午也不知道什麼 這些東西變得很快 但是大堂新同學 如果真的以一個超低水平去買的話 握住也不壞 下到3元你也不害怕 是啊 指鑑 那你過七有貨 其實是好位來的 先握住先 是不是很害怕 另外 大家好 Kevin就說 636是否炒定雙11加利物流 其實說雙11 會不會搞得八百 會不會比較 2618 圓通 那些全部是炒上 636 我想始終跟順風有個協議 消息要消化 我想你如果真的炒相11 你就不會炒你的 但是你說2618 或者圓通那些 我都忘記了圓通多少好 股價走勢上面是有好轉翻的 但是我覺得你要炒相11概念 為什麼不只買9618個一堆呢 其實你相11概念 只不過是找一個藉口 給你去高追這些股份 市場現在就是炒一些 今年這些都很差 股份反彈上來 但問題現在升了很多 你不敢去追 用相11的因素 來說服你自己去高追 老實說 有哪一年相11的銷售是會差的 但是不是每次相11之後 股價會衝上來 不是 我覺得短線來說 純粹就是在搏的 momentum 繼續在這個版法上流走 如果你真的很想用相11的概念 說服你去高追的話 我覺得不如買一些電商 可以京東集脫這些 我覺得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要買真是物流的話 應該只有元通 或者2618 好想一些 圖上面多少號 6123 元通 6123 我忘記了 你會看到 昨天也升了很多 升了很多 我想說中通快遞 Sorry 中通快遞 好像 我忘記了 中通快遞是元通 這些是衝上來 但我想物流股 其實我看法中性一點 做好風險管理 其實現在很多所有股份 都是做好風險管理 譬如我自己看 你京東物流這些 你用30元做自己 就駁它上兩個半 駁兩個半 駁兩個半 那個勢頭是在的 但是你說買不可以 其實現在市場上 絕大部分股份都是 做好風險管理 你有discipline的話 你就去試 如果你用基本因素去想 這些股份 中長線來說 不是特別建議 因為我不會覺得 京東物流還上40元 破頂額 沒有駭貨這樣衝上去 是 但是說如果是不介紹片 對 中通2057 那個圖都是漂亮的 但問題是 不會有太多上升空間 我們覺得短線走勢 所以你說要去追 我覺得你看圖上面 中通快遞都OK 還有美股佔 其實美股上面的股份 通常查得比較瘋 但是這些位置開始追 我覺得和追電商 沒有太大分別 Kavin你自己參考一下 Hello KT Hello金金 你好 KT說他的2130 走了 我今天賺了走 現在暫時都升了 4% 另外 金金想 Arno 你分析一下 2013 沒有貨的嗎 其實當科技股龍頭 開始走的時候 這個圖案 永遠都是這樣的 跟著走 二線那些跟著走 明圓運 不知今天又走 2013也走 我不會說特別是看明圓運 所以不選擇 1-3 整個版法就是選哪一隻 短線來講 科技的版法是氣氛好 做好風圈管理 有貨的 基本上拿著 指示位置可以定在50天線的位置 這條50天線很遠 但問題就是 你已經吃了整個星浪 我當你慢一點 12.5 你都拿得過 但是去到沒有貨那樣東西的時候 沒有貨去後 沒有貨去後 你不可能定到50天線那麼遠 短炒 勢頭不對 你就反過來走 剛剛突破100天線 這些是怎樣部署 你就是薄的氣氛 在100天線樓上 安全一點的 你不想那麼薄的話 來試一下有沒有機會回 這個問題 理想的 當然是回回13元給你買 13元買 用100天線做指示位 輸極有個抱 但問題是不回 所以最後就是兩柱 慢了 一柱買先 然後一柱落到13元再去購物 到時候100天線一穿 那就走了 但是你說這樣站得穩的時候 可能會推到去15元 15元這些位置就是想食戶位 所以這些位置 微盟開始突破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去追 微盟如果想買的話 如果風險成長能高一點 輸3號幾指 大駐當然一駐過 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短線來說 科技股應該還有機會勝到一陣 KT9.8有貨的話 都可以拿到大概15元左右 才想自賺 KT你也可以參考 這個理由有貨這麼厲害 另外阿金金想看 這隻268又怎樣看 金碟國際 暫時微星的0.4%左右 這隻又怎樣看 有沒有什麼策略部署呢 這隻 其實都是一個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我想你說 是不是特別一兩隻 基本面上向好 你其實看整個科技 整體走勢上面 告訴你不是的 純粹市場就是 這些股份 在今年第三季 或者整個一二三季 上面跌了很多 金碟純粹第一季 那段時間跌得比較多 高位已經跌了差不多 接近四十幾個巴仙 然後就橫行整固 整體擺了一個弱勢 但我就說科子 科技股 你不要期望它們 上回到年頭 超高的水平 但短線一定有上升空間 但如果你看 你問我看金碟 我猜30元這些位置 阻力位 會相對地比較大 有貨的就看到30元 但如果選擇去追 我就不太建議選金碟 那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說 我覺得這一刻 你選一些公司 本身有一個比較穩定 營利能力的 會相對地比較好 雖然就算它 就像之前講的 梅盟 之前講的 明元雲那些 它有穩定能力 它的估值都是很貴 但起碼這一刻先穩定 那些東西不會變得太快 金碟未必是第一季 沒有貨就買其他 有貨的拿著看到30元 那留意金碟 KT 你明盟這次罵得好 不用不開心 然後Kelvin和Tony都想問 問車股 1211 3162 1772 因為事緣1211 今天都有個消息 又創了新高 股價 Tesla入門車型 改用新電池 帶動股價 這樣彈上來了 Ano1772 它說可不可以跟1211 這樣的稅去炒 1211個稅本身是響號 車股的稅本身沒有什麼問題 是 電池方面的業務 我們都在講中 中場市一定是提號的 短線資金會不會落獲 由圖表去決定 我覺得你看共鋒的圖 我們昨天講過的 共鋒是可以買 但是你會貪心 想它等跌多一點去買 但今天你都跌不下 甚至1211那些準備破頂向 其實以收市教人已經破頂向上的情況下 沒錯 要局追的 我想你說最理想的 今天是140元未必賣到 衝上去那段時間 開始賣飯 但是如果這些位置正在整固的時候 可以去買 用140元做止洩位 應該風險有限 所以短線來說 真的有興趣的1772 我覺得能駁得過的 我覺得電動車這個部分 就是電池、電動車這些 topic 上面 書極有個譜 我覺得短線來說 我想你做好風險本 你現在市況什麼都駁得過 但是當然你不是什麼都可以買 這是涉及財力問題的 優先選擇是這些辦法 這些辦法應該是要有的 我覺得如果你不想了1211 買1772都OK 但是爆發力的確未必有1211這麼快 但是你看到170元甚至180元 我覺得不是完全不可能 唯一怕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資源價格 近期來說高位回落 但是我覺得理價不會跌到很多 所以就140元做止洩 這些位置買 看170元 那錢買直播率都要OK 通年留意一下 1772 Anno都說可以追一下 不過84元就做止洩 另外指甘想問 五毛仔 他說昨天美國十年期 國債收益率上升到1.7% 39元就有匯控 怎樣操作好 其實一般情況下 我會建議匯控 看一份業績 才想怎樣操作 但是當然你買了 低位拿著了 那就沒有這個煩惱 那道理就好像你之前大堂新行員的情況一樣 低位拿著了 你大把你的手 鏡什麼 債息都預料了還會繼續升上去 但是應該老實說短線不會升太多 但是影響銀行股 千萬不要想著那個十年期債息 一定要不斷長升長有 他們的股價才會繼續升上去 整個市場氣氛很分跌 所以基本上銀行股都一樣有機會跟著彈 其實銀行股不會跑贏的指數很多 但是我相信未來一年來講 都不會特別輸的指數輸很多上來 資金輪動 這個辦法永遠比較溫溫和和的升上去 所以我們經常說 如果你不想在市房上那麼高的風險 經常說建議買銀行股 又行 國際銀行都行 假設你不要坐在上個 我第三個都說可以買銀行股 你不要坐在地46元拿著匯豐 至少你一刻收到回來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銀行股繼續持續 我覺得在分散投資的主題上 有銀行股沒有壞 但是匯豐怎樣操作 我想短線來說 你無論如何都要看業績 業績上面應該都不會太差 所有事情都是預料 因為那些問題 現在市場最喜歡炒什麼 最壞時刻二哥 最壞時刻二哥有什麼大情形 之前的情況真的很壞 匯豐夠壞 匯豐的情況一點都不好 那就符合這個criteria 所以短線走勢仍然是樂觀的 但是你說50元這些阻力 應該不如突破 反正你都是低位買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突然間選擇去下車 是的 現在先拿著 看看業績 KT 你經常被Arnold罵你 罵你 罵得對 這兩隻 好彩 那麥金金 354又怎樣看 Arnold 中遠國際 354 我沒有什麼興趣 華為概念那些相關股份 但是 據說現在什麼都可以 做 之前不是升了很多的相關股份 但是354的情況不同 今年真的升了很多上利 唯一不同 和科技股的分別 就是4月前升了很多上利 它的估值 起碼不會特別貴 所以短線有個上升動力 但是我覺得短線這些 未必太過當炒 甚至我如果看圖上面 如果354 我要定一個指洩位 可能大約是12.5 左右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隨時有機會 就是輸1元左右 假設被這些位置買了 還在衝上去 看多少左右 可能15元左右 我覺得直播率 不是特別吸引 都是1元薄 一泡 就是過3元左右 好一般 純粹up trend 所以如果你真是很想試這隻股份 正如剛剛所說 什麼都可以買的 你不一定聽我講的股份 試一下用今天的低位來做指洩 你就試一下上車 未必擺到這麼遠 一穿今天的低位 就買其他東西好過 就看15元這些位置 這就是興趣不大 是的 要留意 另外KT原來之前 罵的3968 走不走好 今天很貼你上次講的價格 還是看定些 就來出業績了 看完業績 既然低位博了 有時低位博了之後 心動想吃了 我會這樣說 你都沒有聽我講 經常去撩底 所以同樣地 如果聽了我講 67元到68元沽了 你可能還衝上去 所以我覺得 當你如果第一部分不聽的時候 第二部分 你不是說你一定我講什麼 你就反對去做 但是起碼可以先做壓則訊 我覺得既然你都拼了 有利潤手的時候 你會有條件拼第三個業績 你會問我 內人股的第三個業績 我會不會很害怕 其實真的不害怕 因為市場上 本身對內人股的第三個業績 有些比較negative的看法 他們覺得很多內房 帶來那些問題 那個債務 那個不良貸款 市場可能會很差很差 如果有驚喜 就一聲衝到70元 可能那些67元 那些目標價都爆了 所以你說最尷尬的位置 就是 今天如果你問我買不買照行 我回答你不到 我會覺得等完業績之後 才出去搏 但是如果你神早買了 有利潤手的 你就搏一份業績 那些股份 那些電力那些 你看到每一股我推介的 那些全部都是跌的 那你說大問題就是 會不會很大殺傷力 又不會的 那個問題就是 做到分散投資 平衡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 雖然我說我批中那些 但是的確 升股份的比例是比較多 一個問題就是 今年炒股份 其實頭三季 你看到就是升的股份 選擇比較少 現在的check up point 就是講的 你都很強勢的 只不過是講的 有個獲利調整的空間在 你甚至說 會不會跌到你的水平 又隨時彈上去 我講的那些 我比較弱勢的那些 有機會的 但是強勢的那些 短線可能還夾上去 所以這個就是 市況氣氛好 Risk off 的其中一個 跡象在 短線來講 你看回市況上面 我不會說買什麼都行 但是你買什麼 做好風險管理 真是無懷的 你越分散 可能這樣不是說 越回報越好 一定是越安全 你越回報越好 一定是 比你薄中了一些 升得很誇張的股份 吃完這隻 再吃那隻 可能報到手 但是很難的 這個不是建議法 但短線來講 我看恆指 你用恆指計 恆指這一刻幫到你 其他穩在五十天線樓上 樂觀氣氛應該都還會繼續 是的 留意一下 另外KT和金金都想買981 原來KT又衝進去 兩天前981 今天又動 厲害 你很幸運 今天中芯就說 據報導稱 美國會文件顯示 華為和中芯已經獲上千億美元的 美國技術出口許可 看到中芯都今天彈了上來 暫時升4.5% 這隻又怎樣看 如果有貨沒有貨 其實升得很少 我覺得圖表上面都是突破的 正如剛剛說 市場喜歡炒一些很撒 不動的股份 有貨 那就恭喜你了 沒有貨 我未必主張買你的碟 或者你要去買 又是做好風險管理 你始終現在真的向上突破了 但如果它再兌回去 22.5%留下 可能又沒有了 所以KT那些 厲害的 恭喜你 這樣問那些 可以不可以 我覺得其實這個市況 很多東西可以搏 我不是很主張搏你 是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想法 那用回22.5%來做指示 5號 輸多少 可能再充多一棍 上到23、24元那些位置 所以你要去搏 做好風險管理 當然如果你是今天 就像昨天這樣 我們昨天說 看收市收多少 最後收市跌少了 所以市民沒有那麼害怕 所以跟別人說 如果你說今天收市 9001個升幅 全部縮下去的時候 那你就害怕 所以我覺得 如果沒有貨 看完下午 9001個整體走完 是怎樣 有貨走不走 如果有貨無端端又很難 就是突破 你在突破下車 有虎蝦是好的 但是它會再升上去 你會不會介意這樣介 我覺得可以 其實突破的股份 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定好指責 不斷推高指責 到有一刻衝高回落的時候 才淋不走 現在的圖表告訴你 有機會衝到上去 可能23至24元 真的比較大的蟹貨區 25元流上 所以我覺得981 如果你拼了的話 就是看24元左右 這些位置 但是沒有貨 就看下午 下午 如果收到23元 這些位置可以博 但如果縮到接近 22.5元的位置 做好風險管 你就直博 但好像會指示居多 KT今早賺1,100元 現在賺7,500元都很好 你說2130沒有聽話 跟Uncle Six攬炒了 你那些輸少少 但是賺得多 他跟六叔一起賺錢 他講的時候 2130是很厲害的 記得他賺很多 值得你贏 只能說 列著 好 另外我們回答一下 WhatsApp的問題 有位朋友問 285 26.7元 有貨入了 上網多少 比亞迪和 今天都升7% 暫時都賺1元沒有 要上網多少 其實在升的東西很不同 雖然大家都叫比亞迪 這個手機板塊 其實你看今天整個手機板塊上面 比亞迪 比亞迪 我們用垃圾來形容的 碎星科技 都可以升 我想短線來講 你講的 285 總有機會技術反彈 他是想買還是油貨 他是已經油貨 油貨看300元左右 這些位置 其實用近期的低位來做止洩 搏就真的不建議搏這些 因為我們覺得 雖然很多東西可以買 你總是要買一些最風頭火曬 最高風險的股販 回報是吸引的 但是直搏率不高 但是問題都在彈起來的時候 看30元的位置 這位朋友請留意看30元 另外有位朋友說 3690343元有貨 上網多少 是不是想著馬雲捕一捕頭的 那些監管風險減少了 可以上網 關3690什麼事 3690美團 那些科網股 科網股現在純粹沒有壞消息 就當好消息 炒到什麼時候 可能真的慢慢收回實地 但是這個可能性是比較低 最大的機會市場 現在預料的劇本就是 衝上去 去到某個高位的時候 突然間又有再次的監管風險 又再出來 那就再橫行整固 應該不會再試之前那些低位 所以那個Depend就是你有貨還是沒有貨 我想你如果說這些位置 去追尾脫 追強勢的 的確是會相對比較安全 他有貨 有貨的話 我覺得三百多元拿到現在 就等了 你可以做些什麼 難道是購貨嗎 我不會建議這些水平購貨 幫不了多少手 所以他們突然間有個負面消息 掩上去的時候 說上加上 沒錯 你不會特別開心 但是 希望最壞的時候捱過去 所以科技股特別高位拿著那些 短線你的煩惱已經是少了 你現在就是跟市場一樣 希望最壞的時候捱過去 但是你不要加住 你加住的話 隨時有機會 監管風險一出來的時候 你又再捱過去 你今年還沒有捱夠嗎 所以你這樣 其實有拿著這些科技股 高位拿著這一刻 是叫做輕鬆了一點的 但是你打算報仇 買其他東西的了 一定去 好 這個朋友就參考一下 另外 偉俊就問 2600怎麼搞好 我怕現在放了轉頭又升了 中壘 我也怕 我也不會這樣叫你放著 老實說 那句 我今個禮拜每周公司 是退席中壘 現在由高位跌了下來 大約6至7%左右 怎麼做呢 我們每周公司說 指洩位會定在5元的水平 你說未來做些什麼 因為昨晚你見到 鋁價跌得很厲害 我們上次每周公司 做運的時候 鋁價3,100左右 昨天跌到2,900 那些商品價格 無端端跌回5%下來 但是如果你看今天 亞洲交易時段上面 那些LME期貨 很多商品價格 又衝上去 商品價格 我們預料是大上大落 在這個冬天的時候 就表現很暢 現在我看最新旅價 還跌到2880 但我們經常都說過 是否代表這些商品價格 跌下來 股份一定不行 不是的 中壘來未來你接駁的一件事 就是第三季業績 印象下個星期二左右 會出業績 這些市況 的確說 你拿這類型股份 會不會繼續獲利回套 業績出來 不好 會不會好像 那隻有色金屬 一二 好像 我忘記了幾號 有隻中國有色金屬 近期跌得很厲害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模式 有這個風險 所以2600 我覺得如果有貨 第一方面問自己 那個持貨水平 會不會很深 如果出現5元 你指洩會不會真的很傷 真的很傷 減遲一點 買健康就算 不要咬頸 可以了 完全沽了它 我覺得未必的 因為我們買這隻股份 第一件事 在接駁第三季業績 第三季業績又未出 可能又轉機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是局錯的 但如果要去買 暫時就不想了 因為商品價格回下來 股價的勢頭也正在回 希望守到 保力加通道底部 或者100天線的位置 5元這些位置穿了就要走了 不穿的話 有機會讓你回到家鄉 參謀一下 好 時間的所限 但是最後一條 823是否要坐到天黑 就是領展 823是否要坐到天黑 你買了823是否要坐到天黑 你買了823是否要坐的 其實你怎會預計這些股份大升 我覺得短線來說 又是這些股份 你希望捱過過最壞的時刻 但是本地的相關地產板塊 有機會有些政治風險等等 我不敢保證說一定沒事 65元 65元不坐的話 你可以繼續炸 其實你買了領子 你預了拿來收食 如果你純粹想賺股價升幅 一定不是炒你的 就算炒都炒 可能本地地產發展商 1997個隊 你買了領子其實是預了錯的 所以你的講法是沒有錯的 坐著先沒有辦法 KT賺少少少 今天下午有些事情要做 那些問題答得七七八八 謝謝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